好 副長好 我們要向你撐錢 兩位婚姻地檢肅的電腦管理人員 在不撐到法務部長來的時候要認真 因為他們想不到自己今年變成被告的對象 我們撐錢給我們一個安全的一個工作環境 不要讓我們有那個隨時都會被起訴的一個危險的一個環境 依靠科長的指示去做一個代理人設定 後來檢察長到的時候 因為不知道說檢察長是不是有設定代理人的習慣 剛好遇到檢察長臨序洗澄天 那我們怕說會引誤到公文的流程 所以說我們資訊室就依他指定的代理人 去幫他做公文系統的代理人設定 面對完工的事情 檢察長是直接走過 沒有當民族任何表示 因為兩位完工被移叫 鋒海電腦使用多起訴 也跟他有關係 一般公文覺醒有承辦人 那科長 官長 主任檢察官 檢察長 五成覺醒 那不能夠因為他便宜行事 而建立了更改這個公文的規定 所以這樣子會有涉嫌違法的資訊 聯合市的林原寧位 他們是按照支持來處理事情 和檢察方的認定並不一樣 正對這件事 法務部長也作出回應 我們這個資訊管理的系統其實蠻複雜的 我現在還不了解實際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我剛剛在路上 我也跟林檢察長討論這件事 我也是說我回去會要了解一下 經過於四個多月的調查 兩位林原還是因為沒有心靈緩緩 這又是非告訴乃倫罪 還是被提起公訴 要如何處理 就看法務部和法官的地位囉 記者靈緩緩緩緩